如果你要延伸性,那你可以清除掉 可以做一个按钮,按下它 它可以自动帮你把公式全部放过来 实际上它就是做什么,就前面讲过来 只是把公式丢过来而已 丢总共会有四栏 所以基本上这个程式 大概就是中间是 把公式贴到双引号里面 外面就是一个回圈 这个前面都有做过类似的 另外清除的话很简单 清除就是直接把资料清空丢过来 另外还有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个是用录制的 你可以把这个前期名 假设你刚刚做前期名 你可以多在一个开发人员里面录制聚集 录下来录的时候也许名称叫什么格式化 然后这个说你将来再产生一个这个按钮 它就自动 另外有一个是清除格式化 清除格式化就是从那个所谓的那个 常用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叫清除有没有 整张的规则 那你可以在做之前先录制聚集 录名称叫做清除格式化 它就把格式化清掉 OK 那最后的话呢有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额外写的 叫前期名 什么意思呢 因为前期名你要把那个 前期名的名称12放这边 往下卷动 你就找了 如果是小于7的这个号 因为你号码如果说 摆在前面你要再慢慢看也不方便 有没有办法 汇整前期名的号码 汇整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要怎么样汇整 刚刚好可以把那个前期名的 这个排名的号码放过来 那我就写了一个VBA程式 按下它 有没有12 好有没有 那实际上逻辑是这样 就是for I 也许从第二列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去一栏里面去抓 一直往下抓 抓什么呢 小于等于7的号码 如果找到了 就帮我把前面的这一个号码 比对是比E栏 找的话是找A栏 把A栏的东西呢 丢到这边来 那继续往下走 再继续往下找 找到21 然后21的话呢 可以帮我怎么样 找到这个21 把这21再搬过来 一个一个的往下放 那这个里面的话 基本上因为你要知道说 它这个位置应该在第几列 因为你要放嘛 你如果第二列放过了 那再来你要放第三列 第三列放过了 放第四列 所以那个利好 要怎么样让它往下呢 这里我就多一个变数 我来看一下 程式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大概要快快一点的把它带一下 那有兴趣同学呢 自己再回去看一下 程式应该比你原来想的还要更少吧 应该没几行 那最关键就是这个 第一个是J 你想说J 不过特别J 这个J 这个这个这个变数名称 如果叫J 干脆叫K好了 因为J之前有用过 我们干脆把它改成K好了 不然的话 是这个名称怕跟那个 那个兰困扰 那这个K值是什么 就是将来我要放到哪一列的意思 这个K等于2 就是预设我将来要放在第二列的意思 那如果有放了一个 就让它往下一列 往下一列这样 那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我将来放的列 然后呢 For I 等于1 等于2列 到最下面一列 如果那个 这个1栏里面的值是小于等于7的话 就是一直 这个 排名一直往下追踪 如果找到了 对吧 如果找到的话 就帮我把A栏的资料 call到F栏的同样位置里面 这边要改成K OK 那因为K预设等于2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就放在F2的位置了 可是问题你再来不能一样放F2吗 你要往下对不对 所以K等于K加1 加了1之后的话呢 再让它继续往下跑 接下来又找到21对不对 21找到又放过来 然后呢 再把K加1 变 换到下一列 所以K变成2 变成3 变成4 一之类推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个前7名的部分呢 分别的把它把它放过来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 这个我想 OK 那剩下部分的话 程式在云端上也有 请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那个数学函数部分 大概就先 到讲到这 这个范例题 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要接着继续看那个 下个单元 而且难度也会是更高的 就是 检视与参照 那最常被使用到的就是像 V6函数 V6函数 不过V6函数的话 当然 不是只有V6函数啦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函数 我们可能还会用到 像比较常用的 也许index 或者是obset 或者是indirect 等等的 这些函数 其实都还蛮重要的 可以帮助你 在查询资料的时候 非常管用 OK 那今天的话 我想先到这里